大家好 我是点点 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小孩他出生在美国的境内 那么他就会自动的取得美国的国籍成为美国的公民 而不管他的父母是不是有合法的身份 这个原则就叫做出生地原则 英文叫做birthright citizenship 因为最近特朗普总统呢 他扬言要废除这个原则 所以我们这一期就来讲讲 这个原则它到底是什么 在美国它是怎么得出来的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 美国并不是世界上唯一有这个原则的国家 在北美像加拿大和墨西哥 也是遵循这个出生地原则的 美国的出生地原则 也就是说以出生地决定国籍的做法 它是由宪法规定的 所以它算是很重要的基本国策 不那么容易推翻的 这个做法是承袭了英国的common law 英国的普通法 在1868年也就是150年前 那时候南北战争刚刚结束 这个原则就是作为美国宪法的 第14修正案 14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这条修正案呢 对美国社会产生了特别特别深远的影响 有第二次支线之说 它的主要的point就是公民权利 公民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由美国国局成为美国公民呢 我们这里说三种人 第一黑人 第二美国原住民 第三非美国人 也就是对美国人来说的外国人 在1857年也就是修正案出来的前几年 美国最高联邦法院呢 有一个判决 黑人努力如果在美国生下孩子 这个孩子不能成为美国公民 这个判决受到了很大的批评 所以在南北战争以后呢 第14修正案里面的出生地原则 就明确规定 不管你是黑人白人 只要你生的孩子是在美国生的 他就是自动的可以成为美国公民 所以你看这个出生地原则 它是对黑人有很大的保护作用的 再来说一下美国的原住民 第14修正案对原住民并没有什么保护 它规定如果这个孩子出生在原住民的保留地 是不能成为美国公民的 这条规定到1924年以后呢 才被推翻 最后说一下在美国的外国人 我们要知道当时的交通呢 可没现在这么发达 也没有飞机 而且美国也不像现在这么风光 所以当时在美国没什么太多的非法移民 基本上都是合法的 合法来的移民或者是外国人 所以呢多数美国人呢都并不反对 说如果这些人在美国生了孩子 就给他们美国国籍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呢 出生地原则的建立主要是为了保护黑人 有这样一段话 国籍不应该用肤色来定 它应该是取决于 是不是对我们的社会价值有所贡献 出生地原则并不是一出来 就被美国社会广泛接受 举个例子哈 有一对中国夫妇 他们生活在旧金山 他们有一个孩子 名字叫做黄金德 一家三口呢 在1894年乘船返回中国探亲 在第二年1895年呢 回美国却遭到了海关的刁难 说是黄金德虽然是出生在美国 但是他父母是中国人 因此他也算是中国公民 所以不许入境 当时美国是排华的嘛 这起官司最后打到了美国最高联邦法院 在1898年 几位大法官呢 以6比2的裁决 判定黄金德胜诉 因为他出生在美国 所以他一定是美国人 可以这么说 黄金德案的裁决 让出生地原则 真真正正的在美国落了地 好最后说一下 出生地原则 它到底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了 就是在美国生的 就是美国人 可是什么叫在美国生的呢 美国的领土 其实很难定义 它并不光是50个州 这样的 在美国有很多的沿海地区 还有它的空间地区 举个例子 如果你在飞机上 在美国领土的上空 飞机上生的孩子 也算是在美国境内生的孩子 而且美国不光是有领土啊 它还有很多的领地 比如说波多黎各关岛 维尔金群岛这些 这些也算美国的领土 好吧 这期节目就先做到这儿 主要讲的是出生地原则 birthright citizenship 至于特朗普 是不是能够推翻这个原则 我们拭目以待 好谢谢你看我的视频 别忘了订阅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